在歷刃上面來講 我們公司並不是第一個苦力的重點 至於說產量的話 這一支菌我想是年產量應該最少在台灣來講而已 應該有40噸的可能性很大 然後在每一個植物巷裡面 我們都可以推得出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40噸 因為我對這個比較沒有感覺 40噸它可以轉化成什麼樣的一個數字或產值 市場的產值 我比較多 吳董事長講的40噸 當然就是以公司的生產的capacity 因為這個產品它需要發酵草 所以發酵草有它的一個容量限制 那同時又乾燥 所以整個公司的一個capacity 是目標朝著是40噸的一個產能 那事實上真正的整個市場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想像到整個所有的作物的面積 以台灣人的農地的面積是好幾萬公頃的這個農地 那如果說你挺推個10%那就不得了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狀況是 以公司來講當然它會隨著整個市場的一個需求 雖然說是以40噸第一 每年40噸做目標 也許外面的需求大了 公司可能就會再去擴長 那這樣的一個慢慢漸進 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的政策要支持 第二個 這個農民的教育 因為很多農民根本不知道說 他私下這領是被綁在土壤裡面 他下一季還是拼命的用 那這樣的話對他來講是錢的損失 然後達不到他的這個施肥的目的 R M